分享时爱 爱着分享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哥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GMTOYS出品的1比12冷战终结者 这是它的外包装 后方一看就是个蝙蝠侠的样式 开盒后整体的布局 下面还有一个王八盒子 本期视频同款会把这盒送给大家 大家记得多多点赞 多多评论 记得关注五哥分享B站的动态 首先是1比12蝙蝠侠的头雕 给大家看一眼 戴着大雪帽 它的这个嘴 你可以看到里侧的舌头是稍微有点黑的 帽子两侧的皮带是软胶的材质 一看就是个蝙蝠侠的样式 一把镰刀 整体是一个软胶的PVC材质 做了一定的旧化涂装 一对抓握的造型手 一对抠板机的造型手 一对功能性的造型手 每个手枪上面有三个蝙蝠形状的飞镖 一把手枪 这款主体的亮点我个人认为是这个蝙蝠侠的大披风 展开整体的宽度在38厘米左右 高度在29厘米左右 这款披风的材质采用了一个人造皮革的材质 握起来是有点非常薄的铺皮的质感 里侧是有点稠料的感觉 边缘处两侧有铁丝可腰造型 让我自带的平镜头和愤怒的头雕做一个对比 上身灰色的衣服采用了布料的材质 其他的部分都是PVC的材质有硬胶有软胶的材质 小臂甲以及身上的装饰 中间的蝙蝠侠的标志 护膝还有枪套 皮带也是PVC的材质 下方的脚型是一个分体的样式 咱们看一看它的可动性 对了 给大家看一看身后的样子 平举前台曲肘的幅度 跟大家说一讲 这款素体你从身形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肌肉的素体 大臂平转关节是有的 然后腰部分的可动 前台曲膝的幅度 皮胯 脚型关节是一个球型关节 正常接地性的幅度 然后我自带了一对握持的手翔 这就是这款整体的一个开箱部分 这款造型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偏冷门的 非常非常的冷门 这款GM TOYS的冷战中间者 蝙蝠侠 我直接说在把玩过程中 注意的点 飞镖手型 每个手型上方有三个蝙蝠的飞镖 都是可以独立取下来的 替换手型的时候 记得把手型加热 头部它的脖子处是一个胶件 可以取下来 替换头雕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不要被这个耳朵扎到 手臂甲也是可以取下来的 这都是独立的分件 这款我认为缺少一个地台 家里面有多余的地台的话 可以把这个蝙蝠侠放在这个地台上 摆一个飞天的造型 这样效果呢 摆放起来会更好一些 这就是我给大家这款最真实的一个建议 也算是一个把玩的注意事项吧 视频的最后提醒大家 本期会送这盒冷战终结者 蝙蝠侠的同款 大家记得关注我的B站动态 多多评论 分享时爱 爱着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 不散